第一千二百九十五集 我知道 谢谢你 梁倩接过了叶好轩递过来的一杯水 她喝了几口 感觉身体好多了 只是脑袋还有些昏昏沉沉的 其实我不难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叶好轩笑了笑 结婚近十年了 难道你们之间没有发现什么吗 叶好轩的语气是试探性的问的 因为她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适不适合 但是她真的很想知道梁倩的老公 到底是一个纯g还是一个双性的 没 没有发现过 梁倩犹豫了一下 她摇摇头 脸微微的有些发烧 她用很小的声音对叶好轩说 没有过 她那方面 一直是有些问题的 有了孩子以后 她就没有碰过我了 这也是我经常带着她 去看中医的原因 叶好轩无语啊 她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她不知道是这个女人太奇葩 还是她的家教毁了她 她双手一摊倒 好吧 这就是你经常带着你的老公 去看中医的原因了 是的 看了很多次 但是一直没有什么好转 所以这些年 我放弃了 也认了 叶好轩有些可怜这个女人 她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但是从她双眼寒春的情况就能看出来 她某些地方要比一般的女人强 可惜啊 她的男人居然是个gay 那现在你知道了 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你的丈夫的为人是怎么样的 说真的 我并不歧视同性 那是他们的自由 但是她想要自由 又拉我开脸去公开 还要拉着你为她隐藏她是gay的事实 你不觉得她太自私了吗 是太自私了 良切咬牙切齿的 我们的感情早就破裂了 但是我们这种家庭 是不可能随随便便离婚的 我 我也一直没有提起勇气 叶好轩牙牙头 我不该对你的私事做出评价 但是我觉得 你这样真的很不值得 这种将就的婚姻 是不可能将就一辈子的 我觉得你应该大胆地向她说 我 良切犹豫了 说真的 这个念头藏在她的心里很久了 但是她一直没有勇气 提出来 现在的叶好轩并不是在怂恿她 但是她还是有些顾忌 这个高冷的女人 事实上内心是柔弱的 她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或者说她是为了顾全大局 为了所谓的良家的颜面 委屈求全怕 决定在你自己 我只是提个建议 叶好轩微微地一笑 如果是我 我绝对不会让自己 沦为牺牲品 是啊 为什么我要沦为牺牲品 梁倩暖暖地说 叶好轩的这句话 彻底地点醒了她 像是下定了决心一样的点头的 谢谢你 叶好轩 你让我下定了决心 我现在就去找那个男人 我要向他提出离婚 需要我陪你一起吗 叶好轩道 不 不用了 我自己会讲 梁倩摇摇头 那个方向有一家宾馆 我估计他们失去那里了 叶好轩笑了笑 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 去吧 两句话的事情 别纠缠太多 说清楚了就回来 我在这里等着你 谢谢 梁倩点点头 她站起来就走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叶好轩摇摇头 其实她也是个可怜人 尤其是现在这个变态人 是越来越多的社会 有很多女人表面上 看起来光鲜 但是事实上 她们都是一些 利益纠葛下的牺牲品 叶好轩不知道 梁倩与她丈夫之间 有没有利益的纠葛 或许她的家人 只是注重颜面 不愿意让离婚 这两个字出现在家门中 所以才导致了梁倩的悲剧 八年了 真不知道这个女人 面对名存实亡的婚姻 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 一杯茶还没有喝完 梁倩便回来了 只是她的脸上 有一个很明显的巴掌印 她的头发有些凌乱 她打你了 看着梁倩脸上的五个手指印 叶好轩的怒气 蹭地上来了 梁倩点点头 她突然浮在地上 是湿声痛哭起来 或许今天晚上 她丈夫这样对她 让她彻底地崩溃 多年来的委屈 在这一瞬间爆发了出来 叶好轩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默默地看着这个 浮在地上痛哭的梁倩 梁倩 她才叹了一口气 递上了一条纸巾 梁倩突然站起来 她整个人紧紧地抱着叶好轩 扎入了叶好轩的怀里 她痛哭道 叶好轩 她根本没有把我当人看 你知道我找到她的时候 她在干什么吗 叶好轩不语啊 那两个男人跑去开房 不用想就知道 他们在干些什么勾当 她骂我 骂我不知廉耻 骂我装碰了他们的好事 而且另外一个男人 动手打我 她却无动于衷 叶好轩 你知道我曾经是 多么地爱过她 可是 她竟然这样对我 骂我出什么 帮你教训一下她 叶好轩道 有些渣男不值得去爱 不 我现在只想静一静 梁倩摇摇头 她的眼泪止不住地向下流 她现在只想找一个 结实的肩膀靠着 而现在她身边 只有叶好轩一个人 女人的任何坚强 都是伪装出来的 现在叶好轩对这句话 是身心不疑 梁倩是要背景有背景 要身份有身份 相貌身材都好 她平时一副高冷的样子 完全是装出来的 或许只有在了解了她的人跟前 她才会露出那另外一幅形象来 叶好轩揽着她的肩膀 她为这个女人悲哀起来 你这个贱人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愤怒的声音从两人的跟前传过来 只见一个男人愤怒地站在包厢的门口 他脸上的表情十分的扭曲 因为扭曲 所以他看起来十分的猙獰 而在这个男人的身边 还站着一个显得有些娇小的男人 这个男人是由头分面的 而且他挽着梁倩丈夫的手 就能看出来他到底有多娘 郁志国 你 梁倩吃了一惊啊 他没有想到丈夫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志国 你看 你看看你的老婆 刚刚还一脸凶杀地去破坏我们的好事 还口口声声地说 你伤了她的感觉 她要离婚 可是一眨眼 她就跑到别的男人怀里 你说这个世界上 怎么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郁志国身边那个娘袍发声了 意味她笑起来那根根的声音 叶浩玄瞬间就有种炸毛的感觉 她皱着眉头看着这个兽 一时间有种把她给一脚踢飞的冲动 小夕 我今天总算是认清楚了 男男才是真爱 郁志国 拦着自己身边的男人 咬牙切齿地说 这个女人 平时一副高冷的样子 但事实上 她却是一个下流的女人 郁志国 你不要胡说 谁下流的 梁浅羞愧难当 他怒斥的 跟别的男人抱在一起 你出轨 你还不说自己下流 郁志国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虽然我们的婚姻名存实亡 但是至少 我没有找女人 这么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 着实把叶浩玄给唬住了 呵呵 是啊 虽然我们的婚姻名存实亡 但是我至少 没有找女人 这句话看起来 是多么的理直气壮 一个g 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句话来 这让叶浩羞不得不佩服地 伸出大拇指 他点头道 你牛 你真他妈牛 梁浅 你出轨 你要记着 这是你出轨 我们离婚吧 我最看不起的 就是那种婚姻出轨的女人 我要求你精神出户 梁浅冷冷地看着于之国 他已经找不出来 任何能形容 这个男人的词语了 于之国是他的大学同学 他要背景没背景 要人脉没人脉 只是一个乡下的穷小子 只是用一首弹得好的吉他 迷住了梁浅 当时呢 梁浅是不顾家里的反对 跟他在一起 本以为可以幸福 可是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遭遇 难怪都说结婚 一定要找门当户对的 因为有些人的见 已经见到了骨子里 见得让人感觉到不可理喻 叶浅轩郁浅郁闷地看着于之国 他也是第一次发现 原来有人可以 不要脸到这种程度 他有些苦笑地看了梁浅一眼 对不起 我觉得我连累你了 没关系 就算是没有今天的事 以后他也是鸡蛋里挑骨头的 梁浅低着头 他突然笑了 他自嘲地说 哼 我觉得我自己也真搞笑 相恋三年结婚 结婚八年 十一年的时间 我居然没有发现自己的丈夫 居然会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是的 尽管两人的感情早已经名存实亡 但是表面上 两人还是很恩爱的 而梁浅平时工作忙 根本就没有时间回家 两人交流的时间真的不多 以至于他现在才发现 原来自己的男人 居然会是这样的 一个奇葩呀 十一年的时间 都没有让他认清楚一个人 这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悲剧 这不怪你 这只怪有些人 伪装得实在是太好了 叶浩轩苦笑了一声 所以你也不用伤心 离了就离了吧 但是让这种人渣分你的家产 你乐意 叶浩轩指着 一副正义凛然的玉智国说 不乐意 梁浅摇摇头 是我的 就是我的 他一分钱也不要想 哼 玉智国 我怎么现在才认清楚 你是一个人渣呢 谁是人渣 你才是人渣 你全家都是人渣 玉智国还没有说话 他身边那个叫小夕的男人 已经捏着兰花指开骂了 他一边骂一边叫道 你阻止了我跟智国在一起 现在还想分家产 门都没有 你等着吧 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闹大 让你受到道德的谴责 你要是不怕你们梁家蒙修 你就来吧 你叫小夕 叶好轩笑了笑 他走上前 打量着这个很娘的男人道 你果然不愧是个娘跑 名字起的娘 长得也娘 你什么时候去泰国变姓一下 那你的人生就完美了 你才娘 你全家都娘 你这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只 小夕冲着叶好轩吼道 讨厌你这种人 诶 话说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泰国 做变性手术的 你想做人妖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你 你不用跑到泰国 叶好轩咧嘴笑了 小夕 别理他 这两个人是奸夫淫妇 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们不用跟他们理论 我们走 我们上诉吧 我一定要让这个女人净身出户 玉智国拉了自己的男人一把 你叫玉智国 叶好轩问 不错 是我 玉智国的胸膛一挺道 你想怎么样 我告诉你 我不怕你 我们向来都是以德夫人 八年的婚姻 你都在暗地里跟一个男人过 这就是你的以德夫人 叶好轩咧了 你所谓的让别人净身出户的理由 就是这八年来你没有找过女人 只找过男人 是 我没有找过女人 这就不算出轨 玉智国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你找男人 照样是出轨的 话说你怎么养成这么一副不要脸的形象 你自己是个gay 那就不要去隐瞒自己的爱好 你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说 我喜欢男人 你说你祸害一个女人做什么 你用一个女人为你的爱好打掩护 你怕的就是别人对你指指点点 说三道四的吧 还敢说自己是真爱 连自己的属性都不敢承认 你还有什么资格说你和这个男人是真爱呢 这个时候 外面的人已经听到了里面闹出来的动静 八卧乡的门口早就围了一群吃瓜群众 在这里看热闹 吵了这么半天 大家总算是把事情给弄清楚 原来啊 这两个男人是同性恋 而且这男人要因为另外一个男人 和他如花似玉的老婆离婚 这件事情听起来多多少少的有些奇葩呀 哎呦 这个世界真的是无奇不有啊 这男人为什么会喜欢男人呢 哎 兴趣 爱好 或者变态吧 我们不应该歧视这种行为的 但是你既然敢做 那你为什么不敢承认呢 是啊 你喜欢男人 你就拉着一个男人过一辈子呗 你干嘛还要拉上一个女人做点呗 你这简直就是毁人的一生啊 周边的群众们都看不下去这种行为了 他们纷纷地指责玉智国和他的小兽 这两个人不是个东西 是的 连你是gay的身份都不敢承认 你凭什么口口声声说 你们男男是真爱 都是虚的呀 智国 哎呦 狗日的小兽这个叫小兽的 突然含情默默地抓住了玉智国的手 他认真地说 都到了什么时候了 难道你还不敢承认吗 我们才是真爱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一直偷偷摸摸的 你喜欢我 为什么不敢说 他们说得对 我们也要爱 就要爱的光明正大一点 小兽 委屈你了 玉智国同样含情默默地看着这个男人 他认真地说 以前是我的错 我决定了 从今天开始 我要向全世界宣布 我喜欢的人是你 我不要让我们的爱情 再这样偷偷摸摸地进行下去了 两人这样庞若无人的表白 这让周边传来了一阵呕吐声 门外一些观众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哎呦 他们简直被恶心的 不要不要的 是真吐啊 有个年轻人 哎呦 吐得胆汁都出来了 这太他妈恶心了 大家是真的很少见到这么恶心的人 这一番话 让叶浩轩听得都有些毛骨悚然了 我拜托呀 你们是稿机呀 可以回去以后光明正大的稿 你们可以拖得赤条条的坦诚表白 但是这里是公共场合 你们至少得注意一下 你们的形象好不好 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这种做法 真的很恶心人吗 两个男人的手紧紧地抓在一起 在这一瞬间 他们就觉得这个世界是属于他们的 这种场景看起来真的是有些狗血 你的奇葩老公 你是怎么认识的 叶浩轩有些无语地看着吓傻了的梁倩 他无语地说呀 是的 梁倩也被吓傻了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一时间他连悲伤都忘了 一股寒意就从他的心头涌起 他从来不知道 自己的丈夫居然有这么 不为人知的一面 没 faith 好 路沙 满路沙 感谢观看